同学们好 时间到了 我们上课 我们上一次课 给哨音病开了一个头 哨音病的病变 涉及到手足哨音心肾和肾经 由于哨音心是烛火的 肾是烛水的 而哨音肾呢 又是人体的原阴原阳之根本 所以病变涉及到心肾的时候 那么常常涉及到人体的根本之气的动摇 所以我们说哨音病从总体来说 它是一组心肾阴阳俱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具有全身性正气衰弱的症候 从哨音病的分类来说 我们上次谈到了 哨音病的主要症候是哨音脏症 当素体哨音阳虚阴盛的时候 写起从阴化寒 就容易出现哨音的寒化症 当素体哨音阴虚而阳抗的时候 写起从阳化热 就容易出现哨音的热化症 所以哨音病主要症候 就有寒化和热化两类的不同 我们上次课谈到了哨音病的提纲 是以麦威系但阴魅作为他的提纲 麦威主阳虚 麦系主阴虚 这样的一个麦相 体现了哨音病 阴阳俱虚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这样一个病变的本质 所谓但阴魅就是精神萎靡不振 严重一些的病人精神不振 意识朦胧 对周围的反应能力下降 似睡非睡似醒非行 这样一个精神状态 正提示了人体的阴晶阳气不足 精神施养 这是哨音病的提纲症 随后我们谈到了哨音寒化症 它的临床特征是以自立而渴 小便清长为主要临床表现 这个自立我们强调了 它的大便的特征是下立轻骨 顽骨不化 我们强调了它的病机是肾阳虚衰 火不暖土 腐术无全 这个口渴提示了哨音阳虚 气化是思 今夜不化 这个小便白就是小便清长 提示了哨音阳虚 阳不治水 阳不摄阴 这是以真阳虚衰为主的哨音寒化症 以正虚为主 有没有以邪圣为主 以寒圣为主的哨音寒化症呢 有 下面我们接着看原文283条 请大家打开讲义162页 看原文283条 病人卖阴阳俱锦 反汉出者亡阳也 此属哨音 法当咽痛而复吐吐吏 哨音病的脉象不是应当卖威系吗 这里怎么出现了个卖阴阳俱锦呢 我们说对哨音阳衰阴胜来说 有的是以正虚为主的 正虚为主的这种症候 那他就应当是卖威系 但因为自立而可小便白 还有一种情况 是以韩胜为主 这叫韩胜商阳 尽管你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较棒 棒小伙子 结果你跑到零下 二十度三十度四十度的地方 又碰上雪崩 把你给埋了半截 你琢磨琢磨 你的哨音阳气再旺 这个阴寒邪气也太盛了 这就造成你手脚冰凉 全身僵硬 这是什么症候 这是韩胜商阳的症候 这是以邪气声为主 所以他的脉象不是卖威系 而是卖阴阳俱锦 在《商法论》中出现 阴阳俱锦的脉象 建于太阳病和哨音病 当韩邪商表的时候 因为韩是阴邪 韩是主收饮的 韩邪商表就容易使基辅的 筋脉居卵 这个时候脉摸上去 寸观尺三步脉都紧 韩商太阳之表 卖阴阳俱锦 是阴阳俱辅锦 韩商少阴之礼 卖阴阳俱锦 是阴阳俱辰锦 所以太阳病和哨音病 都有阴阳俱锦的脉象 腐锦的属太阳 陈锦的属哨音 为什么不是脉威系呢 因为这是韩胜商阳 而不是真阳衰微 韩胜商阳 阳部射阴 所以出现了反汉出 为什么用个反字 这是和太阳 韩商表阳相比较而言的 韩胜商阳气 如果是商表阳的话 那就会含些壁表 不汉出 现在反汉出 是韩商里阳 阳部射阴 谁出现了汉出 由此判断 亡阳也 王者商也 这里的亡阳 也就是说商汉论中的亡阳 和后世所说的亡阳的概念不一样 亡者商也 师也 丢失的师 亡阳就是商阳 这是韩胜商了阳气 而不是正虚为主 此属哨音 说这个也属于哨音病 那当然属于哨音病了 因为是韩邪 商了哨音的阳气 法当烟痛而复吐吐吏 理应当 还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烟痛 这是韩商哨音之经 韩商哨音之经 因为哨音的经脉 寻喉龙加舌本 当韩邪商哨音经脉的时候 经脉居乱 所以就出现了咽喉的疼痛 韩商太阳经 出现头像降痛 韩商阳明经 出现额头疼痛 韩商哨阳经 出现偏头疼 韩商哨音经 它就会出现咽痛 而复吐吐吏 这是韩商哨音之脏 哨音肾阳被含血所伤 不能够温暖脾胃 所以导致了脾胃生降失调 雨似乎出现了 韩邪上腻的呕吐 韩邪下破的下力 这种韩胜商阳 和真正的哨音 阳衰阴胜 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韩胜商阳是以邪胜为主 一旦通过治疗 阳气恢复了 驱除含血外出 它的预厚很好 就像我们在一个零下三十度 零下四十度的这种环境下 出现了四肢冰凉 肢体僵硬 只要心跳没有停止 放到温暖的房间 经过紧急救治 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韩胜商阳 病情愈厚比较好 而对真阳衰微的哨音病 病情就比较重了 因为人体的阳气 真阳大衰 生机已经接近泯灭 所以对真阳衰微的症候 我们不可等闲适之 对于韩胜商阳的症候 它的愈厚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讲太阴病的时候 太阴之悦病 腹满耳吐食不下 自立益肾 那是以脾阳虚脾气虚为主 运发失丝 升降紊乱 寒失内圣 寒失下注的一个症候 那是以症虚为主 我们在讲太阴病的时候 还提到了一个 伤寒曼福尔环 手足自温者 此为细在太阴 太阴者身当发黄 若小便自立者 则不能发黄 至七八日 随报凡夏立日 施欲行 必自止 此匹加时 府会当去故也 这个太阴病 为什么它可以自愈呢 那是以邪圣为主 而不是以症虚为主 而太阴提纲症 273条那个太阴病 太阴脏虚寒症 以症虚为主 它就自立一肾 如果不去治疗 它就会发展到 匹肾两虚 最后发展到 真正的少阴病 所以在山寒论三阴病中 要注意 判断它的预后的话 看是它是正虚为主呢 还是邪圣为主 正虚为主的 预后较差 邪圣为主的 预后较好 甚至邪圣为主的 还可以自愈 下面我们看 少阴病的治疗禁忌 285条 286条 这两条呢 不是我们学习的 特别的重点 不是重点 我们大体解释一下 就可以了 少阴病 麦系陈朔 并未在理 不可巴汗 这是个寒化症呢 还是个热化症啊 麦系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主阴伤 麦陈 主病在理 麦朔 主有热 那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阴虚有热的 哨音热化症 哨音热化 病在理 当然不可以发汗 发汗是治疗表症的呀 当然也有的 朱家说 脉尘 阳气虚 鼓动无力 所以脉就 臣服不出 脉系 阴虚 阴阳两虚了 脉朔 是正虚之后 一个虚性的代偿 这个朔说不煮热 而是正气虚了之后 一个虚性的代偿 像我们在太阳病篇所学的 太阳病下之后 脉醋 胸闷者 贵之去 小药汤 煮之 那个脉醋 那就是脉块 它是胸阳不振 心阳不足 奋力驱斜的一种虚性的兴奋 虚性的代偿 如果要按照这样解释的话 那这个病人又可以是一个 少阴寒化症 那少阴寒化症也是病在里 那也不可以发寒 当然这两个观点 我觉得都可以并存了 无论是热化还是寒化 都应当进汗 286条 少阴病卖微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这绝对是真阳衰微 鼓动无力的卖相 不可发汗 仲敬自己就说了 亡阳故也 因为卖微提示了 人体的阳气与伤 阳已虚 齿脉弱色者 那这由阳虚的基础上 伴有了阴虚 若是阳虚 色是阴血不足 阴阳两虚 负不可下 那又不可以卸下 那当然了 阴阳两虚你还卸下 那这个大夫应当撤掉他 职业意识资格的这种 这个执照 阴阳两虚你当然不能够卸下 好 前面我们学的 这五条可以看成是 张忠景为少阴病 所写的概说 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谈 少阴病的政治 我们刚才说过 心是火葬 肾是水葬 肾又内藏原阴原阳 当病人肃体阳虚 而阴胜的时候 外邪就容易从阴化寒 而出现少阴的寒化症 所以我们先谈 少阴寒化症的政治 少阴寒化症 症候比较多 首先我们要谈谈 阳衰阴胜症 我们简易所收录的 少阴阳衰阴胜症的原文 太少 所以我这里呢 把伤寒论中 涉及到少阴阳衰阴胜症的 全部的症状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归纳 然后我们再看原文 对一个少阴阳衰阴胜症来说 从全身的表现上 胃寒全握 你一走进病房 你就看到这个病人 钻在被窝里 盖很多的被子 手脚都全聚在被窝里 当你走到他病床 前面的时候 你发现他脑门上冒冷汗 冷汗自出 随后你要摸慢吧 摸摸他手吧 摸摸他的脚吧 一摸手脚冰凉 手足觉冷 你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他说我不仅手脚凉 我还四肢疼呢 所以四肢痛 这是第一组症状 那么造成这组症状的病肌是什么 肾阳虚衰 肾阳虚衰 为什么有冷汗自出呢 是阳部射阴 肾阳虚衰 肾腑四末 失温 就会出现 胃寒 全卧 四肢 觉冷 肾阳虚衰 阳部射阴 就会出现 冷汗自出 这是第一组症状 第二组症状表现在消化系统上 这就是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下立轻骨顽骨不化 卸下不消化的食物 它的病机是什么 我们都会说 肾阳虚衰 火部暖土 腐疏乌全 我们不要在这里再写了吧 肾阳虚衰 火部暖土 腐疏乌全 从泌尿系统的表现来看 小便清肠 这是阳部射阴的表现 或者小便少 小便不利 小便少 或者小便不利 小便少 这是肾阳虚衰 气化失丝的表现 因为人体的水液代谢 要靠阳气的温序和推动 当肾阳虚衰的时候 温序的功能 推动的功能失调 与似乎 人体的水液代谢失调 肺水不能够及时的通过代谢排出体外 就出现了小便不利 小便少 同样 同样都是肾阳虚衰 在临床症状上发生了相反的两种变化 一种情况小便清肠小便白 一种情况小便不利小便少 精神症状 但愚昧 他的病机 我们在这里也不用再写 上次课已经讲过 那是阴晶阳气虚衰 精神施阳 你不是说肾阳虚衰吗 怎么又涉及到阴晶呢 因为阴阳是护根的 当真阳衰微的时候 人体的阴晶也不能够化生 所以我们才说 哨阴病是阴阳俱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 我们所说的阴阳俱衰的那个阴 不是指的阴寒邪气 而是指的人体的真阴 人体的阴晶 阳气虚衰以后 它不能够化生真阴 不能够化生阴晶 于是乎也就导致了阴阳两衰 阴晶阳气虚衰精神施阳 所以就出现了精神萎靡不振 这个人对周围的反应能力低下的 这样一个精神症状 脉象 绍阴阳虚最轻的是脉尘 阳气虚不能够温通四周 所以阳气遇在体内 所以它最轻的是脉尘 其次是脉威系 再重的就是脉威语诀 脉尘 脉威系 脉威语诀 最重的是脉尘服不出 或者说脉不出 摸不到脉 脉尘服不出 这是阳气虚鼓动无力的表现 并且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写 好 通过上述的全身的症状 消化系统的症状 泌尿系统的症状 精神症状和这样的特殊的脉象 我们就把它叫做少阴阳衰阴胜症 那么这种症状怎么治疗 治用思逆汤 回阳救腻 不是阳气衰吗 我用思逆汤来回阳 就是使阳气回来 你不是有手脚发凉吗 我就用思逆汤 手脚发凉在沙和论中 叫绝腻 那我就用思逆汤来温阳 驱寒 旧就是治的意思 来治疗这种绝腻 所以把它叫做回阳救腻 思逆汤呢 因为它有肝浆父子肝草 它可以治疗四肢绝腻 因此就把它叫做思逆汤 这是我们讲的少阴 寒话症中的第一个症后 叫阳衰阴胜症 第二个症后 是阴胜 阁阳症 阁阳症 阴胜阁阳症的临床表现 是在 少阴阳衰阴胜症的基础上 加上身热 反不误寒 上述的症状全具备 上述的症状全具备 哪个症状没有了呢 胃寒全我没有了 因为它身热反不误寒 所以胃寒全我这个症状没有了 其他的 冷汗自出 四肢觉冷 下立清骨 顽骨不化 或者小便清长 或者小便不利 但因为脉微欲绝 这些症状都存在 这个深热 是阴胜于内 阁阳于外的表现 阳气是什么 阳气是含有热能的 能够放出热量的细微的物质 当阴寒邪气胜于内 而把人体的阳气 隔于体表的时候 相对来说 在体表的阳气的密度就比较大 既然体表的阳气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就会出现深热 这种深热呢 甚至有时候可以 用体温表测得到体温 大家也许还记得 我们在讲太阳病片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身大热 凡欲得一者 热在皮肤 含在骨髓也 的这句话 这句话讲的就是阴胜阁阳症 在治疗上 用通麦斯尼汤 破阴回阳 交通内外 阴寒太盛 谁要破阴 阳气衰亡 谁要回阳 阴身于内阁阳阴外 阴阳不协调 阴阳相阻隔 所以要交通内外 通麦斯尼汤的药物组成 和斯尼汤的药物组成是一样的 也是肝浆 生腹子和肝草 只不过 它把肝浆和生腹子的量 加大了 它就叫做通麦斯尼汤 少阴寒化症的第三个症后 是阴身带阳症 带子有这个评吗 是阴身带阳症 阴身带阳症的临床表现 是在阳衰阴阴身带 这一列系列证后的基础上 加一个什么症后呢 其人面色赤 加一个其人面色赤 这是阴身于内 但洋育上的表现 这种面色赤 它是两个颧骨 人体面部的制高点是颧骨 当然不能算鼻子了 鼻子是最高的 这种面色赤 主要是在两个颧骨 出现一种浮红 就像喝醉酒的那个样子 面红如妆 或者就像抹了一层 化妆用的颜料一样 它和阳明经脉兽鞋 阳明经的阳气被遇的那个 颜元面赤相比较 那种圆元面赤从里到外都红 而这种阴盛带阳的面赤 是一种浮红 是一种浮红 你在结合上全肾的症状 这是个阳明经热的圆圆面赤呢 还是个阴盛带阳的其人面色赤呢 那就容易区别了 这种症候怎么治疗 用白通汤 破阴回阳交通上下 破阴回阳交通上下 好 关于哨音寒化症中的三个症候 阳帅阴盛症 阴盛带阳症 阴盛阁阁阁阁阁阁阁 它的主要临床表现 病机制法和用方 我们就谈完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 山寒论的哨音病片的原文 和我们刚才讲的结合起来 看看我们刚才讲的能够不能够 包括这些原文里所讲的内容 大家打开讲义164页 看原文323条 绍阴病脉沉者 积温之一丝拟堂 这个绍阴病讲到了脉沉 就是绍阴慎阳轻度的虚衰 还没有翻转到微细 脉微欲绝 或者脉沉浮不出的严重程度 这只是绍阴阳轻的一个苗头 也没有翻转到手足逆冷 下粒穷骨 胃寒泉沃的严重程度 尽管如此 重景还是要积温之 要积极的救治 这叫见微之助 防患于未然 为什么呢 绍阴病是个心肾阴阳俱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具有全身性正气衰弱的症候 这个病见到苗头 就要积极的救治 如果等它绍阴症的 全部症状都出现了 人体的正气已经衰亡了 你再救治就要困难得多 所以只要见到绍阴慎阳虚的苗头 卖尘 这叫见微之助 防患于未然 那就积温之 所以后世一家 总结 绍阴病要积温 阳明病要积下的时候 有这样一句话 说绍阴极温如旧逆燃 阳明极下如旧芬燃 绍阴病 见到阳虚的苗头 就要积极主动的 及时地去用温法 就好像 就这个被水淹的人一样 你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头 他又不会游泳 他说你等着 我回家拿游泳浴浴去 你这样 等你拿游泳浴浴回来 你说这个人 不早就淹死了吗 所以古人用这句话 非常形象的比喻 阳明灶热内圣 容易下灼干渗之音 清泻阳明就像救火一样 要迅速要裹担 要积极 要超前 而哨阴阳衰 真阳衰微 所以治疗哨阴阳虚的症候 也要积极的 及时的去治疗 斯逆汤这张方子 甘草二两 甘姜一两半 父子一枚 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位 一水三生 朱取一生二格 去字 分为在福 这个方子开的是几次治疗量 两次 那一次甘草用了15克 甘姜用了12克 父子 一枚父子 自然环境下生长的 也就是20克左右 那就相当于一次量 也就是在10克用的是生父子 在伤寒论中 凡是甘姜和父子同用的方子 都是用生父子 在什么情况用生父子 在什么情况用泡父子呢 在回阳旧 在回阳旧内的情况下用生父子 在温理散寒的情况下用泡父子 这是我们讲 它的适应症 在药物配物上 这个方子 凡是有甘姜的和父子同用的这个方子 那这个父子一定是生父子 有父子而没有甘姜 这个方子 那用的这个父子呢 就是泡父子 你比方说 我们在太阳病篇学过一个真五汤 真五汤是勺姜灵珠腹 它用的不是甘姜 而是生姜 所以它那个父子用的是泡父子 不过只有一个方子例外 这大家要记住了 我们到军阴病篇会学到一个乌梅丸 乌梅丸里头既有甘姜又有父子 但是它那个父子却用的是泡父子 这点是例外的 我再说一遍 《伤寒论》中的方子 凡是甘姜和父子同用的 用的都是生父子 只有一个方子例外 那就是乌梅丸 乌梅丸这个方中 虽然甘姜父子同用 但是它用的是泡父子 下面我们看324条 是四溺汤的另外一个适应症 烧阴病饮食入口即吐 心中温文欲吐 腹不能吐 使得知手足寒 脉玄耻者 此胸中有食不可下野当兔子 这里所说的症候 不是真正的少阴病 而是一个少阴病的类似症 所以在《伤寒论》中 把某些病的类似症 有时候它也用这个病的名字来病名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少阴病的类似症呢 因为它有手脚发凉 有欲吐不吐 你看我们上次课学到的那个少阴病 欲吐不吐 心烦淡于魅 282条 不是有欲吐不吐吗 我们现在学的324条 也有欲吐 腹不能吐 还有手足寒 手脚发凉 这不就是类似于少阴病的一个症候吗 有时候 一个类症 重症也用这个症候来命名 类似于少阴病 它也用少阴病来命名 好 我们分析这个原文 饮食入口即吐 这就使我们想到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胃热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随吃随吐 胃之热 朝时目吐 目时朝吐 胃之寒 现在饮食入口即吐 可能是胃热 还有可能是有形邪气的组织 因为你胃里都堵着东西呢 所以它吃下去 它不能受那呀 所以它马上就吐出来了 有有形邪气的组织 我们现在告诉结论 这是个胃热呢 还是有形邪气的组织啊 因为下面的症状提示了 这是有有形邪气的组织 而且中经也自己说了 此胸中食 这是第一组症状 饮食入口则吐 平常怎么样呢 心中温温欲吐 肤不能吐 这是指的平常 温温就是孕孕 我们讲义上的注视很好 温温温同 温温就是孕孕 就是心里头 心中自己觉得郁闷不舒服 这是有形邪气 组织胸中气机的表现 有形邪气组织胸中气机的表现 因为有气机的郁闷 正气就想驱邪外出 谁就想吐 但是食邪阻恶 食邪阻恶 气机不畅 食邪阻恶 气机不畅 正气又无力驱邪外出 所以他又吐不出来 食邪阻制 气机不畅 正气无力驱邪外出 所以他又吐不出来 这就是平常 总觉得心口 心下郁闷 想吐又吐不出来 使得知守租寒 刚开始得的时候就有手脚发凉 这个手脚发凉 不是阳须刺墨诗温 而是 谭祖胸阳 谭祖胸阳 阳气不能外达 谭祖胸阳 阳气不能外达 脚脚 脚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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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后世的 玄脉 就有脚炎 脚炎的 这一说 池 脚 阳虚 有寒 池 脚 阳虚 有寒 山寒论中的脉池 可以脱阴血虚 也可以脱阳虚 在这儿脱阳虚 有寒 中经怎么认为 这个症候的病气的呢 此胸中食 我们在讲 阳命病的 未加食的时候 谈到了这个食的概念 我们说 从山寒论中 用食字的磁力来看 凡是有 有形病例产物的 中经都用食 结胸热食 寒食结胸 三成器汤的适应症 提到了此为食 热乳血使症 提到了次期门 随其食而取之 等等 这里用了识字 那就提示了 这是胸中阁上 有有形邪气的组织 什么邪气呢 谈卓邪气 有谈卓邪气的组织 因为这是谈卓 祖在胸中阁上 在治疗的时候 应当阴湿力倒 所以不能下 胸中阁上 用兔的方法 这就叫阴湿力倒 当兔子 在这里没说用什么方子 应当是当兔子 一刮地伞 用刮地伞来催吐 关于刮地伞 我们在太阳病的 肋症的时候 曾经谈到过 在这里就不多提了 这一条主要想描述的是 下面的一段话 讲斯逆汤的另外一个实应症 若阁上有寒吟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 瓜地伞症 是治疗的阁上有弹拙 后面呢 是讲的有寒吟 这个寒吟 寒吟范位 可以见到干欧 这个寒吟 它和有形的 谭卓邪气不同 它这是隐气 也就是水气 是隐气 这是少阴阳虚 气化是思 少阴阳虚气化是思 寒吟之气 上腻的一种表现 少阴阳虚气化是思 没有温化的机能 所以寒吟内生 寒吟之气 上腻就出现了干欧 这种情况 你用温通的方法就可以了 当温之 用温的方法 以思逆堂 胸中阁上有寒吟的时候 可以用思逆堂来温 也可以用理中堂来温 也可以用乌珠鱼堂来温 后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提到 那主要看 造成胸中阁上 有寒吟内流的 是脾阳虚呢 还是肾阳虚呢 还是胃中阳气不足 因为无论是胃阳 还是脾阳 还是肾阳的不足 都可以导致水瘾 邪气的内流 也都可以导致胸中阁上 有寒吟之气的上腻 那你结合其他症状 然后决定来判断 是胃阳的问题 还是脾阳的问题 还是肾阳的问题 然后分别选取乌珠鱼堂 思逆堂和李中堂来治疗 关于李中堂治疗含瘾的问题 乌珠鱼堂治疗含瘾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到 那个时候我们再和324条 思逆堂的食阴症之一 可以温化胸中阁上的含瘾 这条来进行鉴别 学了这两条 我们知道 思逆堂的食阴症之一 是少阴寒化症的阳衰阴胜症 之二 它可以温化 由于肾阳虚所造成的 胸中阁上有含瘾 但是对于少阴阳虚阴胜症的 全总体的表现 这两条不能解决 所以我才在黑板上给大家做了归纳和总结 下面我们看通麦思逆堂症 也就是阴圣戴阳症 讲义165页最后一行 少阴病 夏立清谷 里寒外热 这个里寒外热是这条的病基所在 里有真寒 外有假热 也就是阴圣阁阳 里有真寒的表现是什么 夏立清谷是一个 手足绝逆是一个 脉胃欲绝是一个 这不是我们刚才都弹道过了吗 这是阳衰阴圣症的基本临床表现 他们的病基我们就不用再谈了吗 身反不误寒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阴圣阁阳以后 出现了身热反不误寒 这里都没说身热呀 你怎么给他加个身热呀 只说身反不误寒吗 因为前面有一个里寒外热 把这个外热和身反不误寒结合起来 这就是身热反不误寒 阴寒圣语内 把虚阳格语体表的表现 其人面色赤 是在阴圣阁阳症中经常伴有带阳 阴圣格阳正中经常伴有带阳 所以格阳可以伴有带阳 或腐痛 或肝殴或咽痛 这个腐痛和咽痛 腹部和咽喉部 都是足少阴圣经所通过的部位 足少阴圣经从足走福吗 足少阴圣经巡猴龙夹舍本 这是由于肾阳虚衰 阴寒凝脂与经脉 肾阳虚衰 阴寒凝脂与经脉 与似乎出现了腐痛 出现了咽痛 肾阳虚衰 寒邪上腻范胃 所以出现了肝欧 肾阳虚衰 寒邪上腻范胃 所以出现了肝欧 或立止脉不出者 这样一个下立轻骨的症候 下立停止了 如果脉由脉微欲绝 恢复了正常脉相 那我们知道 这是阳气恢复 下立自止 现在下立停止了 脉却摸不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下立商音 立无可立 真音的浩劫 难道最后 真音浩劫 没有东西可拉了 尝到没内容物了 死人是不拉肚子的吧 所以立脂卖不出 不是病好了 而是立无可立 他下立 他没东西可拉了 当然他不拉了 通脉思逆汤组织 用通脉思逆汤来治疗 通脉思逆汤是破阴回阳 同达内外的一张房子 你看药物组成 甘草二粮 父子大者一枚 刚才我们谈的 那个思逆汤 是父子一枚 没说大 甘浆三粮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思逆汤呢 是甘浆一两半 因此通脉思逆汤 就是思逆汤 加重生父子和甘浆的用量 甘浆三粮 后面有强人可四粮 强人我们以前解释过了 是指身高比较高 体重比较多的人 你不能把它解释成 正气强盛的人 正气强盛的人 他怎么还得少阴病啊 更不能把它解释成 陆林强盗 上三味一水三升 煮一升二格 去自分为在福 上次的量 也是两次治疗量 其脉积出者欲 吃完药以后 脉恢复了病就好了 面色赤者加葱酒精 这就是说 煎有带阳的 那要加葱白酒根 我想汉代的葱白 不像我们今天山东大葱 那个山东大葱 一颗就有二三斤那么重 要加上酒根的话 那人受不了的 我想应当是比较细一点的 葱的葱白 用大葱在这里干什么 通阳气交通上下 通达阳气交通上下 腹中痛者去葱 加勺药二两 腹中痛 那是寒宁 肾经 经脉居卷 经脉居卵 所以要加勺药 阳血 柔筋 缓急 止痛 欧者 加生姜二两 这不明显的是 温味散寒 降溺止欧吗 烟痛者去勺药 加结梗一两 我们说这个烟痛 是寒伤 少阴经脉 少阴经 寻喉龙 加舌本 所以这个时候 他加一个结梗 来开喉壁 致烟痛 力指脉不出者 去结梗 加人参二两 力指脉不出 是真因好伤 我们在前面说 汉代的人参 和我们今天的人参 是不同的 它养阴的作用很好 所以既然是真因好伤 在这里加人参 就和白虎加人参汤中 加人参的目的一样 是养真因的 并皆与方相应者 乃伏之 使方药的加减 和临床的实际症后 一一对应 这才给他用 《伤寒论》中 有七个方子 后面附有加减 我们前面说过 小青龙 小柴胡 通麦思逆汤 思逆散 真五汤 李中汤 再加紫石 之子 汤 其中前六个方子的加减 比较重要 能够看到重景 在什么情况下 加什么药 在什么情况下 去什么药 这样的一个用药规律 如果有时间 我们下去 自己学一学 这些方子后面的加减 这节课的时间到了 我们谈了阳衰阴胜症 和阴胜阁阳症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 具体的来谈 阴胜淡阳症的原文 休息一会儿 再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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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减